5月份賞之鷹要到那裡 日本北海道會視你的首選旅遊勝地 賞花配上美食 無疑是人生的一大樂趣 在北美享有盛名的松立家旗 與天下衛視攜手推出 5月超精至日本北海道賞春雙鷹八日六夜之旅 你好像你自己身在一個 自己在那邊照相 就好像這些茲鷹都包圍了你一樣的感覺 你身在萬花那個桶裡面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觀賞的 再加上這個茲鷹長了那麼多 那麼大的公園 幾坡山坡的茲鷹不是到處都有的 只有北海道這個地方 才有那麼大的茲鷹公園 茲鷹跟茲花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好大的不一樣 它都是茲花 但是不同的種類 一般的茲花 大家很喜歡做 到茲花季節去看 去朝聖看的那個茲花 是長在樹上面的 是 這根樹 然後茲花是在樹上面 這個茲鷹是貼在土上長的 對 它等於是像是一層 一整片 像一個被子 像彩被一樣 就沿著這個山坡沿路地長下來 是的 沒錯 它是長在山坡山 因為貼著泥土在長 所以它如果是在整片山坡都種滿了茲鷹的話 那整個山是粉紅色的山 對 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冬早那裡有這個茲鷹公園 是每年大家都喜歡去朝聖的地方 到北海道上茲鷹之後 隨著行程更有北海道網走 帶你一覽世界自然為產的茲藏溫泉 景觀美麗而獨特 在網走也是有很多的溫泉 那網走一下來這裡就是去到茲床 茲床五湖是非常出名的 茲床這個地方是日本人認為 它們最盡頭的一個城市 是這個茲床五湖 那它是一個文化自然遺產 超正至日本北海道上春雙鷹八日六夜 耕帶你一同入住四個晚上的溫泉酒店 盡情享受日式傳統的全方位溫泉沐浴 那個城市就等於北海道的城市 那我們四個晚上 第二個晚上我們住在陳英霞的那個溫泉酒店 陳英霞酒店跟石聖的溫泉也有不一樣的 所以石聖它們叫美人湯 那對皮膚是特別好的 尤其是女孩子 泡完了之後我發現我的皮膚都不用擦油液 這是非常的明顯 天下衛視與重立家騎聯手舉辦的 超正至日本北海道上春雙鷹八天六夜之旅 今年5月12日出發 一起自身花海、泡湯以及品嘗日本美食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